我们要多多看柯文哲的优点 无论谁正谁负蓝白盒这婚事已定 毕竟都是要搭档 侯友宜再喊话蓝宜支持者 别忘了听柯文哲 因为我觉得我也有很多缺点 你要讲侯友宜的缺点可多了 但你有时候用正向看待对方 柯侯最大公约数 2024下架民进党 这对手20号赖萧佩就会宣布 尽管AIT主席罗森伯格 曾主张不支持台独 倾向两岸对话 让民进党略失分 但这回赖清德找来萧美琴当副手 根据路透访问美国前官员表示 对台美市大大加分 认为赖清德本身的台独色彩太鲜明了 不会因为你的副手而改变你的路线 可以找萧美琴的部分系统粉饰太平 萧美琴可以对这个调性 有一点点综合或粉饰太平的作用 那我相信其实赖清德他们这也会 好好利用这一点 还没登机参选 外媒路透社就帮忙暖身点出萧美琴 从2020年就担任台湾驻美代表 是台美至关重要角色 而萧美琴从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高峰会办台后就有下一步 但会不会代值参选 目前还是未知数 深信我在那一趟跟美国拜访的过程当中 我提出了策略 让美国人非常的信任 我提出了嚇阻对话 以及降低风险 要扮演和平的促进程 民党会用一切的手段 来把大家抹黑 来抹红 我相信最后 明年的1月13号 蓝白团企合作就会胜选 接下来就是我们共同合组联合政府 想淡化台独色彩 民进党推出小美琴搭配 但对上蓝白和影战备战DNA大不同 就看选民买不买单 结果现场陈欣怡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